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下胡商周 五霸七雄闹春秋 兴克兴亡过手 轻时几行名姓 北盲无数荒丘 前人播种后人收 说什么龙争 虎斗 几句惨词念霸书接上文 上文书咱们说了 这乾隆皇帝 因为这个草原上 阿姆尔萨纳带着兵反了 所以说呀 他就责罚了一些先干的大臣 自己的姑爷色不疼巴尔珠尔 因为同情帮助过阿姆尔萨纳 被乾隆皇帝 关在了自己的俄府府里 闭门思过 俄邻亲多尔纪 放跑了阿姆尔萨纳 被这乾隆皇帝 一道指一刺死 三尺白铃 在自个的王府里 自意了 其实在乾隆皇帝的心里 就连杀身成人论的班帝 赫荣安 他也是有怨气的 首先他怨这两个人 不能够见机行事 在这第一时间除掉阿姆尔萨纳 其次呢 他认为这两个人呢 死也是白死 就不应该呀 承破之后拔剑自吻 如果能和这个叛军接洽谈判 有可能 还能为朝廷争取到 组织军队杀回去的时间 可是二人呢 哎 不见脑子一根筋犯了愚忠 双双自杀在黑山头 这呀是乾隆皇帝这么想 可是说出的我可不这么看 如果这班帝 鄂荣安二人呢 仓狂逃回了京师 那情形啊可就不一样了 什么还给你见词立妙 你还能够蒙音封赏 那都不要想了 估计二人呢 肯定会交不易罪 那会儿啊 还别说得个全脸了 能善众都难 所以说这班帝 鄂荣安二人呢 在这个黑山头上 拔剑自吻杀身成人 我觉得那还真是 深思熟虑以后的结果 并不是啊 犯了愚忠脑袋一热 哎 就抹脖子了 那么说除了这些人 这乾隆皇帝还恨谁啊 这乾隆皇帝最恨的 那就得说呀 是当时两路大军当中 西路军的最高统帅永长 投聊这个永长之前呢 我突然想起件事儿 在这儿啊 得给您交代明白了 这两天呢 哎 我就有个感觉 是不是咱们那个书 这样说下去 就会有好朋友认为 这清平准达尔达瓦齐部 第一次这个乾隆皇帝的 争准战争 是不是就失败了呢 其实不对 这达瓦齐啊 已经逮起来压倒了京师 哎 并且啊 通过一次特赦 这乾隆皇帝还把他放了 白白胖胖的 封了个亲王 在北京养着呢 咱们现在讲的呀 可是实权武功的第三 清平准达尔的 阿末尔萨纳部 也就是说呀 这阿末尔萨纳的叛乱呢 和第一次争准战争 没关系了 对喽 这是二打准达尔 这一打准达尔结束之后啊 咱们就已经啊 把这个乾隆皇帝和大清朝廷 对这个功臣的封赏 介绍过了 该封决的封决 是该封王的封王 那会儿啊 实际上咱们就把这个引子 已经埋起去了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这里边唯独就没有 这西陆军的总指挥 定西将军永长 您看着永长啊 将军之职 那可是从一品的大员 从这个官职上讲啊 和北陆军的总指挥 班帝是一个样的 可是呢 咱们书中代言啊 他比这班帝小班级 因为这班帝啊 是整个战役的总指挥 那也就是说呢 虽然都是军长 可是这班帝啊 是这次战役的司令员 第一次争准战争啊 既然胜利了 谁都得到了封赏 那么为什么永长偏偏没有得到呢 这个呀 咱们一会儿故事里 肯定得给您交代清楚了 不过在聊这个之前呢 咱们得三句两句的呀 把这永长的生平介绍一下 永长啊 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 他姓什么呢 姓董厄 是这个整白喜满洲 您看啊 这个永长他们家呀 虽然是贵族 但是呢 没有什么名气 祖上从龙啊 随着这个士祖张皇的 一同进了北京城 也无非就在京师里呀 做一些啊 司局级的小经官 这祖上最大的官啊 也无非就是在这个部院里啊 做了侍郎 这永长出入士啊 是侍卫三等 不过呢 您一听啊 他能做侍卫 进宫做了三等侍卫 那一定是贵族出身 那一年啊 正是雍正元年 可是这三等侍卫一干呢 就差点干足了十个年头 到雍正九年的时候啊 才升为二等 从此以后的永长 才算是官运横通 当年就升为了头等侍卫 不但这侍卫等级是头等 并且呀 做了侍卫长 还有了五职 是熟理整白旗蒙古副都统 然后在军中啊 就是一级一级的升迁 确实是逐级升迁 没有什么跳跃 到了这个雍正十三年的时候 永长啊 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官 他调任了整兰旗满洲副都统 同年呢 又任了这个直立马兰口的总兵 这挺有意思 因为我前两天呢 还去马兰口来着呢 哪天呢 就是前两天 有一天咱们停更 就是那一天 我就去马兰口 马兰玉 马兰关采风了 看了看这个青东陵 爬了爬 明长城 所以说这点挺有意思 也算是咱们和这个永长啊 他有缘吧 到了乾隆年以后啊 这个永长的官啊 还算是步步高升 前后做过这个古北口的提督啊 还是这个湘黄旗满洲的督统 到了这个乾隆十年以后啊 这官算是做大了 什么安息提督啊 什么甘肃提督啊 最后啊 还升任了湖光总督 随后啊 就做了闪干总督 并且加封了太子少保 这一下子呀 就到了这个乾隆二十年 一正准盖之战 这永长啊 才被授以了定西将军 统领着西路大军 这永长啊 带领着西路大军从哪出发呀 在巴里昆 这巴里昆呢 等于是这个清朝 在这个新疆的西南路 设的一个大本营 从这巴里昆出发呀 经木雷走乌鲁木齐 到得伊犁啊 准备和这个北路大军会合 那会合了吗 会合个屁呀 这永长啊 可跟这个北路大军的班地不一样 这北路大军刚一进这个墨西蒙古啊 这牧民们单石湖江的是以赢王师啊 那么这西南一路呢 虽然也没受到什么抵抗 可是没走两天啊 就停止不前 然后啊 莫名其妙的又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呀 史书上说呀 永长师赐巴里昆 命还宿舟 永长还都享 有所计划 上街不为人 这朝廷啊 让这支西南路军呢 一会儿出发 一会儿又叫回来 这永长啊 给朝廷报上去的作战计划 朝廷是挨打不理 这乾隆皇帝多数情况下呀 也不做批复 直到这北路军呢 已经失定伊犁 俘获了达瓦齐了 这朝廷才知道永长啊 这磨磨蹭蹭的是干嘛的 原来这永长啊 是在筹集粮草 乾隆皇帝这个气也就别提了 他说呀 这永长弹之 施行粮随 沾沾一接近 如这个辗转晚运 运于术时 拥有几乎 这乾隆皇帝说呀 你是一边行军的 应该一边运粮食 你总是想啊 那粮食一下子都愁齐了 心是好的呀 这事儿不该这么办 一握了战机 你担当得起吗 这史书上啊 对这个永长和乾隆皇帝的观点呀 熟对熟错呀 没有表态 但是我倒是有个看法 乾隆皇帝之所以最后 在战争胜利了 在伊犁呀 只留下五百人 那原因很有可能 就是粮草周际不够 如果留的人多了 粮食运不上去 那不是更寒碜了吗 所以才间接导致了 这黑头山上啊 鄂戎安班第二人 因为这兵力不够啊 被围困山头 所以说呀 才挥剑自杀 但是呢 那晚他皇上就是皇上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余地 皇上说你错了 那你就是错了 这就是永长啊 在伊犁准盖尔的仗 打胜了的情况下 也没有被寄进功劳部的原因 不但没被寄进功劳部啊 这官还将了 被贬为了吏部左侍郎 不久啊 任湘皇旗满洲副都统 可您得听清楚啊 虽然这官将了 这永长啊 可没离开前线 他还是这个定西将军 乾隆皇帝 把他安排到这个乌鲁木齐 屠鲁藩一线 到那干嘛去了 屯田驻军 一边戍边呢 一边屯田 一开始啊 只给了一千人 后来呢 慢慢的往那块掉拨 直到这阿姆尔萨纳 起兵造反啊 这永长手底下 已经有六千士族了 阿姆尔萨纳 起兵造反 这永长带着兵 就在新疆 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事呢 他当然知道了 这草原上啊 战火一起 其实他就知道了 但是这永长并不知道啊 是谁反了 当时啊 他还以为啊 是这个墨西的厄鲁特蒙古啊 内乱了呢 于是这定西将军永长觉得呀 是自己挣军功的机会来了 他带着自己这六千精兵 不用六千 有两千就行 到这个草原深处啊 找到这个内乱的部落 两头一下唬啊 这事就算起因了 平叛的功劳这就到手了 弄不好啊 这失去的还都能找回来 于是这永长啊 跟乾隆皇帝呀 那胖胖的勒胸脯子 保证说呀 您赶紧给我一道圣旨 我好领着兵啊 去这草原平叛 上去的活啊 您就瞧我的吧 乾隆皇帝接到这奏折之后啊 这高兴就别提了 这顿夸永长 是人常说呀 支持而厚勇 你瞧这永长 虽然呢 这个前边表现一般 这朝廷呢 对他呀 也做出批评了 可人家呀 这个勇气来了之后啊 身都挡不住 于是这乾隆皇帝呀 就给这个永长下了一刀圣旨 说你先去 咱们先给个内大臣的弦 等到你奏凯还朝的时候 这功劳不上 少不了你的 那一定是奖励的大底 这事儿啊 要都是按着乾隆皇帝这么想啊 那这天下早就太平了 这永长到底 近没近这个草原去评判呀 没有 因为没过几天啊 草原上啊 就有很多的胎记 带着自己的部众啊 上永长这避难来了 这稀里呼噜的 来到乌鲁木齐的 得有这大几千人 这永长一问才明白 这草原上啊 压根就不是啊 这鄂陆特人自己的冲突 而是正经 八板的谋反 北陆军的副总指挥 乾隆皇帝 曾经亲自在 避暑山庄召见过的 亲王双凤的 阿姆萨娜 举起了反旗啊 造反了 上他这来避难的 都是草原上和这个 阿姆萨娜不合的台记 带着自己的部众家人 跑到了乌鲁木齐 永长啊 赶紧找来了自己的棋牌官 告诉棋牌官呢 咱们先等等吧 先别出兵了 让我看看形势再说 那要是这样的话 这草原上叛乱的 那可不是散兵游勇 那是一只近侣 我这六千人 干得过干不过呀 那么就在这会儿 前线是什么情况呢 首先说啊 这前线 班地和恶荣安呢 那是急需救援 还别说六千人了 就是这永长啊 带着两千铁骑 奔袭到伊犁 也不用到伊犁城下 在半路上啊 可能就碰到了这个 班地和恶荣安 也就把这两位大人呢 接回来了 那往更积极方面想呢 如果永长 集合好自己手下这六千人 再能利用好啊 过来投城的其他部众 太极手底旗的士兵 船吧船吧 也能凑够这一万几千骑兵 即便啊没有一万几千 这一万总有吧 那这会儿 阿姆尔萨纳又是什么情况呢 阿姆尔萨纳手里啊 也无非啊 只有个三五千人 有人说不对啊 开始的时候不是说 这阿尼利用他手里掌握的 韩王小菊花印信 从边疆调回了九千蒙古骑兵吗 嗨 这些个蒙古骑兵啊 到后来听没听他的 也在另说 因为他调兵啊 虽然用的是韩王印信 但是他可不是韩王 那这些士族他也有首领啊 首领回来一看 这调兵的是他 听不听他的 还在另说 那有人说不对啊 他自己不是还有两万多部众的吗 这会儿啊 追随他的灰特部部众 还在这个康尔康蒙古地区啊 也就是漠北地区啊 游牧 要想赶到这来帮忙啊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为这乾隆皇帝 很快在第一时间 就又封了这个灰特部的大韩 所以说呀 他的那些个部众到最后 能不能过来帮忙啊 也尤为可知 如果这会儿永长啊 趁其羽衣未封 带领着自己 这一万骑兵 直接就沙江过去啊 没准啊 还就平叛了 这场战争啊 还就结束了 可是这永长 他不计 他胆小啊 他看了看身边这些 来投降的蒙古太戒 他一个也不认识 当然了 这里边啊 不光来投诚的都是太戒 还有一些宰丧 于是这永长啊 算是猪油蒙心的 吃屎迷眼 选择了一个保险起见的办法 他把这些太戒和宰丧啊 全逮起来了 然后就控作人质 他主要是怕呀 和这些投人来的不重啊 造他的反 把他弄死 这一下子就让大清朝廷啊 在这些归顺了的太戒宰丧当中 失去了人心 那之后是干嘛呢 好好的守着这座乌鲁木齐城吗 不是 要说呀 这六千人呢 进攻啊 略显不足 可是守城完全够了 可是啊 这永长的选择呀 却是掉头逃跑 那往哪儿跑呢 他领着他这些兵丁啊 压制这些宰丧胎记呀 扭头就逃到了巴雷昆 也就是清军呢 在西南县城的大本营 这史书所在呀 说这个永长胆气过小 假宰丧为智 奸臣即走 就这样的大清朝啊 眼睁睁看着这永长啊 错过了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 这乾隆皇帝在北京城啊 得到信之后 差一差也就气死了 把这养心殿的门关起来啊 手指西方是破口大骂 他骂谁呀 他骂永长啊 好那个永长啊 你竟然这个如此气小胆小 是义务战机 我要不把你逮回来 嘶嘶嘶嘶喂了鹰啊 这镇何以镇国威 何以镇朝纲啊 这乾隆皇帝在北京城一顿发火呀 这永长在西北军中啊 他没打T分我不知道 我估计肯定是脖子后边 嗖嗖的冒凉气 没过几天啊 钦差就到了 一道圣旨 永长的官职爵位 也是一路到底 打了一个球车呀 就往北京运 在道上啊 他还跟这个压戒自己的官员 和这个戒差呀 打听呢 他说呀 这戒差大哥 听没听说 把我押到京城 这皇上要怎么处置我呀 哎呦 这戒差呀 也真没瞒他 跟这永长说呀 我的大人 我的将军 我倒是听说了 这皇上说呀 把您带到北京城啊 不打也不罚 直接呀 撕不撕吧 喂鹰 您想这永长哎 他能是那个 有气量 有胆量的人吗 听到这句话之后啊 个儿搂一声 吓死了 在哪吓死的 这个地儿啊 陕西 临通 这一品大员呢 算是死对了 哎 躲过了 回到北京啊 这一刀之苦 您想这乾隆皇帝 能完得了吗 乾隆皇帝下旨 永长啊 罪不容诛 今遂死于道路 亦当名正典型 对永长抄架 全部家产没收充公 独养儿子 发配充军 哎 发到了凝固塔 是永不得复关 关于这大清朝廷 在阿姆尔萨纳 叛乱之后啊 泄气的故事 咱们可讲了好几篇了 到了明儿啊 我就给您换换口 明天的书里啊 我准备让这个 大清朝廷啊 打个胜仗 老师 应叛 眼镜 最不irl 致